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短期图中大多数为中性指标 中期图由看跌信号主导 24小时图中带来5个中性指标 银行同业立场为中性小于8%的空头 支持短期与长期指标 欧元日元可以看到 中性指标主导1小时与24小时图 4小时图中带来5个看跌信号 相比之下 银行同业立场为看涨超过17%的多头 这就是周五的主要交易信号 统计数据全天每一小时更新 敬请关注